一日三聚 好的 現在呢 昨天收集到蠻多網友的問題 好像很可怕欸 我也很怕 大家都蠻可以死的 真的嗎 真的喔 謝謝網友們 第一題是 你覺得團體好還是個人好 個人賺的錢比較多 欸 我給我 他們以前有到可憐喔 欸 我們超可憐的 因為我之前得知他們早期去跑校園是 欸 沒有 是for free可能廠商也不要 因為團體太麻煩了 因為你看 一個人去你只要帶一個mine就好了 團體去他會幫你準備五支mine 他們有時候可能預算不夠 他就寧願不要團體 所以你們曾經有自費 然後譬如說自費交通 我們以前裝阪那些都是自己付錢啊 對啊 而且有時候宣傳期更慘 你看有團體宣傳費是一千五 然後我們五個人一個人是三百塊 那你一個月可能就是跑了 宣傳期可能跑個十個通告 已經很累了喔 也才三千 你知道分下來嗎 對啊 一個人三千啊 就很high啊 但是我必須講 我說以現實面來說當然是 個人的錢賺比較多 但是我很享受團體的安定感耶 因為團體出去你就會覺得說 今天就算我好像出錯了 也會有其他人成組 欸 我跟妳講 我現在有一個感覺真的是這樣 因為現在我們五尖情嘛 然後因為我們通常表演都是 可能五尖情要帶來一個組曲 對 然後因為現在很多表演就是說 那個人還要再唱一首 我想說天啊 那每次要唱個人 我都會覺得好緊張喔 我跟你講 我以前在Twinkel的時候 也很常就是 像余白啊或什麼 就會發我一個人去唱歌 我根本來我每次都爆緊張 對 我真的會超緊張 天啊 什麼沒有人 好不習慣一個人 沒有人在旁邊的感覺 對 對 我完全理解 但我最近就是在慢慢習慣這個感覺 所以我像說自備dancer 至少讓台上有什麼感覺 看來熱鬧一點 有三個人 看有人陪這樣子 對 好來第二題 好 請問你的擇偶條件 擇偶條件喔 這個也超過十個人問 真的假的 為什麼 因為我 是全世界知道你單身很久 單身很久 一圈萬年單身是不是 對 擇偶條件喔 我想一下喔 我覺得聰明蠻重要的 聰明喔 應該是說 應該是說 因為我覺得我可能太獨立了 所以呢 我會一直單身的原因就是因為 很多事情我好像自己就可以完成 就是有點不太需要另外一個 我跟你講 因為我也是萬年單 我們兩個單身到 我們之前會開始分享說 討論我們彼此單身的原因 我們兩個很常說 欸 你就是太獨立 我說對 我也是怎麼辦 我們就在PK說誰先死鬼 對 但是我跟你講 因為我其實路衝衝很常遇到一些前輩 對嘛 然後有時候也會聊到一些感情的東西 然後就有一些前輩就會跟我講說 我跟你講啦 因為你都感覺太聰明太幹練 男生其實會怕這樣的人 可是你知道我的個性就是 我又不希望因為這樣我就去裝 本 對 我沒辦法 對 所以我會覺得 然後因為我之前也有 就是可能中間也會有一些約會對象 對 我可能有dating過 然後有一次我就印象很深刻 是我那時候剛工作完 所以我身上就很多包包啊什麼 就拿很多大包小包這樣 然後那男生就跟我說 欸 我幫你拿這樣 我就說不用不用不用 我自己拿就好了 然後他就很嚴肅的跟我說 我終於當初你會單身這麼久 我就說 蛤 為什麼 他說 因為有時候別人要對你好 你必須要學著接受 不然我們就會覺得說 你不需要別人 他說男生反正會覺得說 我跟你在一起是希望你可以 是被需要或是那種 然後我就會讓人家感覺說 我不用不用 一直拒絕別人的好意 可是我們的OS都是 就沒有想要麻煩你 我不喜歡麻煩別人 我也是 真的喔 我也喜歡搬家都自己搬欸 都不早搬建議公司欸 我也不早搬家公司 我就一趟電車 一趟電車 我自己開車 自己搬那個電視什麼的欸 所以你早上就只有聰明而已 應該說 我希望我可以很崇拜他 然後 還有一點蠻重要的 就是我希望他可以是 很善良 善良蠻重要的欸 當然說 長相當然就是看順眼 然後我覺得善良 善良就是那種 有年紀人來講出的條件 善良真的很重要 善良真的很重要 可是年紀一輩根本不care 善不善良 好啦 我就是有年紀啊怎樣 但 不得不說善良 在我這個年紀 我也是覺得很重要 很重要因為今天這個人如果他對你是心懷不軌 或是他會去 去講別人不好的事情 我就覺得我 因為我不是這種人 人品有味 所以如果我跟他相處 他如果很多負面能量 或是他不是一個很正面的人 我就會覺得 久了以後我就壓力很大 欸真的 有正面能量的人很重要 真的啊 因為兩個人在一起就是要互相變好 如果有一個很負能量的人 你剛剛在一起久了你就會覺得天哪我會 可是你不覺得現在這時候正能量的人真的很難找 是嗎 正能量很難找欸 你滿正能量的啊 可是我要找到另外一個正能量 我快要遇到負能量靠過來啊 對 通常負能量 我也是常常遇到負能量 所以我覺得正能量的人很難找 所以如果遇到就好好把握 如果我真的交男朋友我應該會公開 就是我會覺得沒關係啦 好 那但如果 好 五堅情如果就外貌而言 哪一個人比較像你的菜 外貌喔 五堅情 外貌而有 我想一下 應該是柔俊說 啊 跟你撞菜對不對 對啊 欸 王陽明也跟我撞 欸 我剛剛 因為我們在下午茶新聞的時候 有訪過王陽明 整個開到一個不行欸 然後我才發現小賴都一直跟我撞菜 然後我們就說怎麼辦怎麼辦 王陽明 我們兩個都很喜歡王陽明 我們訪之前有沒有緊張的 對 就覺得他會不會很難訪 結果人抱好 人抱好 直接打 柔俊說 因為我比較喜歡大男孩型的 他的外型是比較陽光 就是感覺比較運動型 就是不居小姐那種 欸 真的一樣的 比較隨性一點的 我也是這類的 對 我喜歡陽光型 陽光型 好 下一個 請問是要跟星光的人還有在聯絡嗎 有啊 有啊 他好像滿常跟大家一起 還有出門吃飯什麼的欸 對啊 因為我滿念舊的一個人 欸 你是不是負責那種 團體聚會中負責聯繫大家的人 對啊 你怎麼知道 我是群組王欸 我應該有六十幾個群組 我看他就是那種主揪 只要每次什麼局 他就是主揪 沒有 因為我覺得有些人可能 他想要慶生 但是他不好意思講 對 所以我就會發現說 他生日好像快到 那大家要不要聚一聚 因為有些壽星他不見得自己敢說 我想要見大家 我不是敢說的那種 對 所以我就會看 小賴生日要到了 那大家要不要一起幫小賴慶個生 他是這種人 對 我會希望說大家可以 因為我就比較 我雖然是滿正能量的 對 我希望大家 雖然忙歸忙 但是還是可以聊聊近況 或是見面 我會希望就是大家 想要知道大家近況過我怎麼樣 然後也可以分享一下 最近有發生什麼事情 我跟你講生活 朋友當中一定要有這種人 一定要有個負責 因為很多時候就是 因為很懶得救救救救 然後就沒了 就沒聯絡了 所以他朋友這麼多的原因 就是這樣 然後因為可能我興趣很廣泛 就我可能喜歡 玩密室啊 玩運動啊 就什麼的 所以 什麼事情 就是大家都會邀我進去 你知道我任何每一個群組 都有開始 沒有 你真的很誇張 那吳賢秦就沒有我啊 廢話那個 其他的玩樂局都有開始啊 對 幾乎吧 幾乎啦 我只要有出現的幾乎都有你 我出現的地方也少啦 你說什麼德州布克 什麼那些的 麻將啊 麻將群 全部都有他 因為我就興趣很廣泛 對 很厲害 好 下一個 好 這題比較難回答一點 你從黑社會妹妹一直走到現在 你怎麼找出自己的個人特色 哇 好難喔 這個人可能正在對自己的生活迷茫 個人特色 因為我們演藝圈呢 比如說經紀人啊 或是公司 很常 就是告知我們說 我覺得你還不行 對 他就不告訴我們一個理由 對 我想想喔 應該是說 以前 以前真的是找不太到 說真的 以前當歌手的時候 完全不知道自己 連聲音啊 都很常被說沒有辨識度什麼的 但是真的開始 比較有自信 應該是真的跨到主持以後 發現說 欸我好像蠻會玩遊戲的 我好像蠻會玩狼人殺等等 我就發現欸 大家對我的印象好像就是聰明 所以我就會覺得 那我就會想要往這個方面去努力 就讓大家第一個印象想要凱希就是 喔 凱希很會玩遊戲 遊戲王 跟他在一起絕對不會輸 然後很聰明 反應很快 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方式欸 對 因為我本身 說真的 我覺得我蠻幸福的 因為我的工作跟我的興趣 是蠻融合的 像 我平常就也很喜歡玩一些衝衝的遊戲啊 或是我平常私下 其實也會玩狼人殺 對 所以我覺得 這些工作就是我平常在做的事情 我就覺得蠻幸福的 算是很幸福 對 然後我也知道 我可以做得還不錯這樣子 所以大家可以去尋找說 看你人生哪一個方面 比較常被大家認同 對 或是你有興趣的東西 然後你就把它鑽研到更好 更完美 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嗯 好 這個網友呢他問說 請問你什麼時候停止長高的 他可能在 他可能面臨這個問題 沒有 目前有面臨這個問題 可能 這要聊很detail欸 因為我本身生理期來得很早 大約是五年級左右 但是一方面的還有一個 就是我爸媽也不是很高 像我有一個姊姊 我姊姊就是 比我還小吃 蛤 對 你姊姊明也小吃 就大概一兩公分啦 所以我覺得基因也蠻重要 欸 那遺傳有 遺傳有差 所以那個如果大家要 另一半就是盡量找高一點 對對 如果你怕你小孩很愛 你就找媽媽 因為媽媽高就是一窩高 爸爸高就一個高 你有聽過這個嗎 欸 真的假的 就是如果你媽媽很高的話 你家就會全部都很高 媽媽高 但如果你家只有爸爸高 你家可能就是一個會高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 對啊 所以我之前也有交過一任男友 然後他媽媽就是很care我癌 然後就叫他跟我分手 為什麼啊 媽媽會care女生的身高 因為有神學 對 有神學的關係 怕生出來都癌癌 對 對 那你有沒有在 有喝過什麼鑽骨湯啊 是不是 我之前呢 有一次去 就有遇到這種朋友的朋友 然後他說他們去看了一間中醫 很有效 就他的那個生長骨 會什麼 吃一吃那個藥會打開 怎樣的 然後我就有去看 可是因為那真的太遠在宜蘭 然後加上 好遠 對對對 就後來 但那時候吃真的有長高兩公分 真的假的 但現在又倒回來了 又縮回來了 因為你太久沒吃 對 就想說算啦 其實我覺得個子矮也有個子矮的好處啊 對啊 就像如果我找男生 我的身高就不用限制很那個啊 你要找高的耶 沒有 那我今天如果 謝謝囉 可是我今天如果身高175 我就一定要找比我高的男生 是啦 對啊 所以我一定要153 那個Range超廣 152 158都可以跟我在一起 那你是什麼時候就是這個身高了 大概國中吧 就停住了 就停住了 國中就停住了 就是以前國小至少坐位置還可以坐在什麼 第三排 第四排 然後自從那個國中以後就 永遠都第一排 哈哈哈哈 沒有再往後了 不知道後面的風景 對那就是遺傳的問題啦 大家只會我之後自己去學一下喔 好 下一個 怎麼跟普欣變這麼好的 喔普欣喔 我跟你講因為我跟紀普欣都是金牛座 然後其實我們兩個有一天半夜有聊過天 我跟他星盤幾乎是一模一樣 因為我們兩個出生的時程 你們聊到星盤嗎 對 是不是很深度對談 我們兩個的新 就是出生的時程 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 一樣的 一樣的啊 所以我們的什麼 什麼內在星座 什麼什麼 就是一些你知道很多什麼金星 什麼什麼 水星 我們都很像 然後我覺得 我會認識他是有一次 好像是丫頭的繩子吧 就遇到他 你不覺得有時候人跟人相處 就是你第一次看到這個 你就會知道說 你大概可不可以跟他當朋友 對 我那時候看到他就覺得 他很像我妹妹的感覺 可是那時候不熟 對 然後之後是因為真的是 入狼人殺開始 然後因為我們兩個都有愛打麻將 然後普欣也算是 對我還算滿熱情的 他就會約我去找他 然後就慢慢就變好了 而且他有時候講一些想法 我都覺得很像我 對 因為我覺得我跟他算是 就是個性真的滿像 然後像有時候講一些話 我覺得其實其他人 搞不好聽起來會care 但是我就知道 他跟我講我不會在意 他也知道我講他不會在意 好 因為他們都屬於 講話比較直的對不對 直接一點 我們兩個算滿直接的 但你 我覺得你可以教他滿多事情 因為普欣好像又更直接一點 普欣滿直接 但我覺得普欣的直接 他還是 我覺得他不會傷害到別人 當然你覺得說 這女生是轉屁啊 有啦 會嗎 有時候會 真的喔 因為我很喜歡他的個性 因為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就是傻傻笨笨 很直接啊 然後他不開心他就講出來 然後他好了也好很快 所以你根本不用擔心說 他是會記你籌或什麼的 沒有我跟你講 因為有一次我就是 跟他們玩麻將 喔對啊 他打麻將很容易嗡啊 喔 你說普欣喔 他很容易嗡啊 普欣哪玩家有夠恐怖的 就是只要胡他說 好配啊 給你錢啦 然後這樣 這樣丟 他說 是不會過水喔 我都在輸你是不會過水 通常因為這個反應我就想說 好那可能就不要玩了 我說好那今天就這樣好了 說繼續 他就是那種愛玩 可是一結束然後又變回正常 他沒事他很好 他就是那一局而已 就是那一場而已 對 第二場就可以回顧原狀 對啊 好下一題 好 有人問說 狼人殺常常被說很尬 你有曾經走心過嗎 我不會走心啊 可是我真的覺得我沒有很尬啊 我很尬嗎 你是不是每次來錄 不管然後什麼都會被說尬 我上次直接看完 那個這樣 直接看完就這樣 然後他們還說 凱欣應該狼人殺很尬 我直接把他叫在尬什麼 不是 因為他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他每次來都會被說尬 對啊 我現在怎麼辦 可是我真的沒有那個喔 我真的沒有打漏肚耶 哈哈 要不要摸摸看 沒有 他是跟以前都長一樣啊 沒什麼變啦 他沒什麼變 怎麼辦啊 你有曾經想說怎麼辦 要怎麼改掉這個 可是我都覺得我沒有 我都覺得我很自然耶 哈哈 我會 我會 還是你模仿一下我 看完拍 好 你就這樣 好 還好啊 我就是一學的時候 若有所思 不會啊 可是我們也很常猜出他的身分 對啊 因為他有時候很尬很尬 然後是神職 我預言家都被投出去耶 哈哈 我現在沒有一次預言家留在場上 每一集都是被投出去 都沒有被傷 因為我們現在想說 只要是預言家是凱西 就要跟他對他 對啊 沒有我覺得是報應 因為我之前太常看跳了 對 所以我現在跳就沒有人相信了 我知道了 因為你好一陣 因為你算來很久了 對 你很早期就是一直是狂漢跳類型 對啊 而且很多人很多人講說 會一直踩我 就是因為他們想要白天把我投出去 因為很多人都說 我當那個神職的好人的時候 會非常的生氣 對 所以狼人都會覺得很可怕 就會想要把我投出去 或是把我刀掉 沒有 因為他是好人 根本就推不動 是吃到推不動的那種感情 所以想說不行不行 他只要一尬 就要趕快踩那個點 不然他真的出不去 那你老實說 是不是每次你是狼的時候 都會先刀我 呃 欸 是嗎 我真的覺得你們沒水準 我承認我蠻長的 我跟你講 我最近呢 已經大概就是 很多場就是 第一碗都是飲水 然後想說飲水就算囉 第二碗 欸 死掉 是怎樣都要差 不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有時候殺你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可以幫你推存 知道 屁啦 我才不自高的咧 欸我也不知道 有時候不是我殺的 我就期待就想要殺你啊 我覺得你們很沒水準 我就是想說 想說他 因為我們就會找一些 你知道比較可能 女巫會不太可能會救的人 喔 欸我不會自刀 女巫聽到嗎 我真的不會自刀 我也很常被手刪啊 對啊 欸我能理解你的感覺 欸妳知道就是覺得 我能理解 要殺我殺到屁啊 我下次也要 可以 可以 我能理解 每次被手刀 或是什麼 誰死就把我帶出去 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真的我懂 我有一陣子幾乎 那一個禮拜都第一個死 而且他們是 妳那是故意的啊 那是故意的吧 有時候我真的是 笑不太出來 因為妳真的太有堅持效果 而且妳那時候 好像可能 我也有殺妳幾乎 因為有時候是12人址 你知道 12人址第一個死 就會覺得 很無聊欸 後面給我一張椅子好不好 對啊 真的很久 真的 好下一個 理想的狼隊友 哇 我之前理想狼隊友是09跟小賴 然後有一次抽到 然後表結束 有嗎 有我們兩個 我們三個玩超懶 這個是早期吧 沒有沒有 雙狼王 雙狼王本來就難贏 我們如果是一般其他板子就好贏 超難玩 對 然後理想喔 我想一下喔 小賴 小賴是真的很好啦 小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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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賴跟虎心好了 因為我覺得陳09最近當狼 都會有點放心 沒有 我想 09她走一個 閩人的流 她就覺得我就是狼 對 我要拆出自己的神 對 但我個人蠻喜歡演戲的 所以小賴跟虎心 就真的還不錯 我們都屬於那種 高演派的 講的跟什麼一樣 我現在就算是 好人都被講倒勾啊 我很痛苦 不要這樣讓我聽到 倒勾這兩個字 哈哈哈哈 我跟妳講 我現在出去玩面紗 那種 就第一次玩的人就會 因為我平常看節目 凱旭很喜歡倒勾 到底都愛倒勾 可是這兩天要這兩個字 哈哈哈哈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通常 我跟妳講 因為我們常玩網紗的人 很愛講漏漏等 喔 然後一些漏漏等 他們直覺說 天啊她在倒勾 講太多 因為有些人是不會去講說 你講是什麼 因為你語速也是偏快 對對對 就其實都聽不懂 就實際的倒勾 對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以後要選擇 講慢一點 術語不要太多 講慢一點可以可以 好最後一題喔 好 最近有沒有還想要跟誰合作 比如說音樂作品 因為妳之前也拍了09 跟豐澤 對 音樂作品我完全不設限欸 不設限嗎 我就是有來邀約我就會去啊 哈哈哈哈 不挑是不是 沒有就是 因為其實我覺得 自己還是會有一點音樂夢啦 所以其實 有人想要跟我Future Future我就覺得蠻感動的 就是 欸至少被想到 就至少大家還記得說 欸妳是會唱歌的 或是妳是可以幫我加分的 因為我覺得那是一種 肯定吧 就是妳今天會找這個人跟你一起合作 代表他對妳的實力 是有一定的肯定 沒錯 或是他覺得妳 他跟你合作會為妳帶來更好的效應 所以我覺得有人來跟我合作 我都是 如果時間方便允許 然後公司也OK 那我都是很願意的 不設限 當然 好的 今天凱希的問題呢 差不多結束囉 那最後妳要不要 宣傳最近有什麼活動 最近有什麼活動 有嗎 就請大家 禮拜六晚上十點 要收看 天才沖沖沖 我會在裡面喔 沒錯 好的 等一下在下面留言呢 就會送 許凱希的拍立得 兩張喔 兩張 然後今天謝謝 許凱希 一日飯局下次見 拜拜 拜拜